我是柜基小封面仔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如何 把你的video放在你的outro那边啊 何谓outro呢就这个 就这样子样子 然后你的video会出现在这边呢 要怎样把它video放进去呢 就很简单吧 其实 不过你一定有这个图片先啊 你有这个图片 然后还有这边要transparent 要是透明的 透明的就这样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这样子的啦 一定要透明的啊 不要忘记啊 然后你不会做的话 你就可以叫人家帮你做啊 或者你自己会做的话 你可以在photoshop 不然你上youtube找 也是很多人教你做 怎样做啊 首先我就来教 今天我会教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 在sony Vegas我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 fibora 就是这个 这边也会教大家如何啦 然后 首先我先教sony Vegas的先 就 首先你就拉这图片出来 一定要放在最上面的layer 然后再把你要的video啊 放出来就随便啊 我就 这个啊 然后一定要是 这个要在最上面的一定要 然后还有这个 后面其余的你一定要剪掉 不然 不然 它后面就会不对哦 然后好了 是不是 你看有线啊 它一定会出在这边 可是呢 它的位置不对 我们就按下这个 然后就 拉拉拉拉拉大喊 然后自然它的图片会缩小 太拉的太大了 就是呢 我们就缩小一点 然后图片就会变大 所以自己调 一直调 然后 然后 就啊 这样子就好哦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video 片在这边了哦 就是 这样简单啊 sony Vegas的 虽然 是 有点 不整齐啦 会弄到 没有 不过 也看不出啦 因为 那个格子太小了 现在我就来找 Femora的拉 Femora的一样哦 呃 你import 你的 import你的那个东西出来先 你的那张图片先 然后 放在你的track里面 然后 随便一个video啦 哦 忘记了 抱歉 你这样子 老师 你不能按 直接按 夹 你要这样子 拉着 按着 然后放在 把它当成 图片的 放着 然后一样 剪掉后面的 之后对起 老师这 然后 给大家看 你看到这样子 是不是 然后 你可以 拉 可以缩小的 你知道吗 你按一下这个东西先 然后你看到旁边这个格吗 然后你就这样子 缩缩缩缩缩缩缩小 一直缩小 然后 对准 对准那个黑白色的 黑色那边的 然后 对准 自己 一直挑 一直挑啊 不过我觉得Femora 会比较方便一点 毕竟它可以给你这样子拉嘛 之后 就这样简单咯 就已经好了咯 不用想这样多了 你看这边有点不对是不是 旁边有点黑黑的是不是 再拉一点点咯 然后就可以咯 然后就这样简单吧 就是这样简单啦 然后我今天要教的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喜欢的话就like share subscribe啊 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 有很多那天 有很多那天啊 我们讲好的 什么呢 有很多啊